本题将建构画面上所示的零件 首先使用工具底下的模型播放器 来看零件的建构过程 整个板金件总共含有11个特征 前面三个是内定的基准平面 第四个是坐标系 第五个特征是第一面薄笔 它是画出侧面的造型 然后引申出薄笔 接着在下方建构出这个薄笔 在前方建构出这个薄笔 在底面建构这个薄笔 接着在前方建构出一个部分薄笔 底下说明整个零件的详细建构过程 建立新的板金件 输入档案名称BOX-CH1 按OK 点选这个图示 来建立引申壁 按档接受内定的属性选项 单测成长 点选基准平面front为草绘平面 按OK 以接受内定的视角方向 再按Default 零件转为前视图 让基准平面不要显示在画面上 画两条直线 做导圆角 修改尺寸的数值 接着按住滑鼠右键 选取Thicken 按Flip 以使线条往内部长出板金 按OK 厚度输入1.2 接着再标示内镜 将外镜删除掉 按勾选的记号 按DOWN 输入深度尺寸为100 按OK 将板金键转为3D视角 按一下滑鼠左键 就完成了隐身薄壁的建构 接着我们点选右下角的这个边 以这个边当作附左边 来建构平坦壁 将平坦壁的正面造型 由内定的Rectangle举行 改为使用者定义 选取Shape底下的Sketch 按一下画面上的箭头 以另视角方向朝下 按Sketch 零件就转为俯视图 画三条直线 标示这一条斜线的角度尺寸 将角度尺寸修改为45度 将这一条线的长度尺寸改为17.5 按勾选的记号 接着在画面上我们将板金键的厚度修改为1 按勾选的记号 将板金键转为3D视角 稍微转一下方位 按一下滑鼠左键 可以看到我们在下方就长出了这一片薄壁 接着我们再次利用平坦的方式来建构额外薄壁 首先将这个区域放大 点选白色边为薄壁的附着边 按建构平坦壁的图示 将Rectangle修改为User Define 按Shape底下的Sketch 让我们来绘制薄壁的正面外形线 点选这个面为参考平面 按Sketch 零件就转为前示图 先加选这一段线 这一段线 底下这一条线 以及左上角这一条线 为草绘的参考起合 按Close关闭References对话框 再画三条直线 按勾选的记号 将板金键转为3D视角 点选一下Relief 来建构直列槽 让Define Each Side Separately的框框打勾 Brunch Neo就会将两侧 都设为裂缝式的磁列槽 接着在仪表板上 我们将折弯的半径修改为3.5 按勾选的记号 按一下滑鼠左键 就完成了这一片薄壁的建构 接下来我们尝试将板金键 对着绿色的这个轴 旋转180度角 按这个图示 改为Dynamic Orient进行动态的定位 改为令物体对旋转中心旋转 在Y轴也就是绿色轴的地方 输入180度 按键盘的Enter 可以看到整个板金键就旋转了180度角 按一下这个地方 就可以令这里展开 输入这个仕途的名称 Y-180 按Save 按OK 接着我们点选这个边 当作薄壁的副左边 按这个图示来建构一个平坦壁 将薄壁的正面结合造型改为User Defined 按Shape底下的Sketch 让我们来自行定义薄壁的正面外形线 点选Sketch 零件转为这个方位以后 将这个区域放大 按Close 绘制三条直线 标示这条斜线的角度尺寸 将这个尺寸修改为17.5 角度尺寸为45度角 按勾选的记号 将板金键转为3D视角 接着我们在仪表板上 将板金的折弯半径修改为1 按勾选的记号 将视角转为Y-180 可以看到我们所完成的薄壁 按一下滑鼠左键 接着将这个区域放大 点选这个绿色边 为薄壁的附着边 按建立突原壁的图示 将突原壁的侧面造型由I改为使用者定义 选取Profile底下的Sketch 让我们自行来绘制侧面的轮廓线 我们所要建立的是一个部分的薄壁 所以它的起始点必须位在整个板金键的某一个位置 我们让基准平面显示在画面上 按基准平面工具的图示 点选基准平面Rate 然后输入平移的距离 按OK 画面上会出现基准平面DTM1 我们按throughreferences 点选DTM1作为炒汇平面 接着我们再点选基准平面Tub 为定方位的参考平面 按Sketch 让基准平面不显示在画面上 将这个区域放大 画三条直线 做两个导演角 按住滑鼠邮件选取Thicken 标示高度尺寸 标示宽度尺寸 标示这个圆心的位置尺寸 标示这一条线的角度尺寸 标示半径值 选取所有的尺寸修改数值 高度尺寸为7.5 宽度尺寸为15 这个圆心的位置尺寸为7.5 角度尺寸为60 圆角的半径值为1 按勾选的记号 将零件转为Y-180的方位 按勾选的记号 接着我们要指定这个薄壁的深度 首先左边跟右边是指定第一个方向以及第二个方向 我们靠近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点变成黑色 我们将这里改为这个图示 也就是不指定它的深度 接着靠近这里可以看到这边变成黑色 我们将这个图示修改为第二个 也就是输入深度值 深度值为15 可以看到我们就建构出了一个部分薄壁 接着我们点选Relief 来设定这个薄壁的子列槽状况 Define each side separately的左边框框打勾 第一侧我们修改为Stretch 也就是拉伸式的子列槽 将宽度尺寸改为2.5 side2也设定为拉伸式的子列槽Stretch 角度尺寸设为30 延伸的宽度尺寸为2.5 接着在仪表板上 将折弯的半径修改为1 按勾选的记号按一下滑鼠左键 就完成了部分薄壁的建构 最后将整个板径键转换为3D的不等角式图 就完成了整个零件的建构 将零件存档 接着在仪表板上 在仪表板上 一种建构 它是维持的